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意见领袖的一个支持机构热炒畅多 通胀这个忧虑逐渐泛滥的一个多重因素下呢 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成为了今年名利双收的第一大资产类别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对吧 那么在过去24小时之内或者说我们说48小时之内吧 比特币行情已经展开了新一轮的一个高歌猛进 涨了大概18先 这也是继2月8号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日涨幅 那么也是上个拜一啊 也就差7天的一个时间 当时呢是4万 刚刚突破4万 Linda老师当时在周一的时候讲解就跟大家明确的说 我觉得肯定还要涨的对吧 所以呢 你看一个礼拜的时间从4万涨到了5万6 这个涨幅 是其他任何东西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所以呢 现在的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 同时呢 你会发现啊 不仅比特币账了 那么第二大的一个市值第二大的加密数字就是以太坊 它也突破了2000美元一枚 我知道的时候以太坊以太币也就才几百块钱吧 对吧 现在它的总市值也超过了2300亿美元 在全球加密货币中的市值呢 也是占到了13个巴仙 所以呢 现在的加密或这个货币行情的实在是太火爆了啊 火爆到不行 所以呢 昨晚你可以发现啊 就前天周五晚上 你会发现有很多交易平台没有办法承受在极端行情爆发的这个交易量激增 导致了平台网络一度出现断网 比方说呢 头部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货币网一度停网停线了达到数个小时 所以也是期间用户都没有办法登录 这个就是图中的你看啊 他们断网的一个情况 咱们也领教过当股票暴跌的时候啊 然后呢股票直接比方说当时GSB当时炒作这个游戏驿站的时候包括那些股票他都是直接拔掉网线的我们把当时呢都在指责他们这种没有底线的一个这个行为对吧 那么你看啊比特币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而且是达到数数个小时 而且呢昨天的话澳门的一个赌场大亨叫周卓华也公开宣布旗下的港股上市公司太阳国际正计划购买1000台矿机 1000台矿机我们也知道啊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矿机呢都在中国啊 一个呢就是琳达老师买的股票CAN对吧一直给大家讲的这个CAN它呢叫加南国际这个加南我们叫加南科技或者加南国际吧 然后呢它的那个叫加南云质它那个挖矿机啊 然后呢我们你看啊这个其实在昨天我们给大家公开课的时候也给大家去重点的讲过这个股票 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大挖矿机的一个公司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EBON这个呢我们说叫叫一帮国际对吧 昨天也是重点给大家讲的其实周五也给大家去讲过 这就是直接受益于比特币最近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涨了三倍从五块钱涨到了15块钱 这个呢是两大这个挖矿机啊 其实本来还有第三大就是那个比特大陆也就是蚂蚁矿机 但是因为蚂蚁这个上市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没推出来啊 如果那个推出来那个是最大的 所以呢现在的话当刚刚呢我们在标题里也写住写到了说什么英伟达也要下场挖矿了 那么英伟达他要卖的矿机呢 首先他呢是以前他也用过就是挖以太坊的对吧 挖而不是比特币本身的话最开始他是只是发挖以太坊的 其次呢英伟达他要卖矿机了 这个呢所以呢多少是被一直把当矿机的这个用户们这个逼的 我们知道啊应该大家看过比较多 尤其是比特币的迷们都知道啊 英伟达的因为他的显卡功能是比较强的对吧 所以说呢很多这个我们看一下啊 英伟达这个公司昨天我们也重点讲过 他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公司昨天我们在公开课 琳达老师重点给大家讲过 一会儿我再从技术面上给大家说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他的一个基本面 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卖矿机呢因为最主要啊 也是被他那些用户们逼的啊 因为他之前他的显卡他最主要以游戏对吧 很多人购买他的显卡是打游戏的 但是呢因为他的显卡质量比较高 所以他挖矿的效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就买这个 Navidia的这个显卡去挖矿 以至于呢因为比特币太火了 所以把这个Navidia的显卡炒得越来越高 反倒是怎么样 他的可能游戏会受到影响他的一个游戏行业 所以呢之前的话你会发现 Navidia一直没有去发布这个下场 这个挖矿那么最近呢也是被他这个逼的啊 这个开始也是进入到 因为实在是比特币太火了对吧 所以呢现在的话他也是公布要开始这个挖矿 呃其实Navidia他是老牌的一个挖矿机啊 我们也知道他其实属于一个老牌的 呃 而且很多人说呢这个比特币也很贵 这个呃是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呀 Navidia也很贵对吧 呃其实在挖矿当当面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两个大的一个一个就是两个大的那个挖矿机的种类啊 一种呢就是ASIC的一个芯片矿机 另外的就是我们说的Navidia为代表的这个显卡的一个矿机 呃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这个嗯 Navidia的他的老板呢 就是放出话来CFO啊 就不是CEO 然后呢说挖矿可能带来的业务量很小 就也足以证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并没有想象着这个挖矿 但是呢同样从这句话我们反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这句话就是因为他要卖矿机的一个理由 对吧 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理解啊 之所以这就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嘛 他其实就是要挖矿了 从当时发布这个消息 其实很多庄家可能意识到了 因为我们可以从图表看一下啊 这个Navidia呢 他从这从2月8号开始 你会发现啊 从2月8号开始 他就已经突破前期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年前 那Navidia我们昨天也给大家分析过 他已经横摆震荡了一个6个月的一个时间 横摆震荡6个月 然后现在一个突破 也是在正好我们说到这个信息 他这个可能要挖矿的信息开始 这个股票就开始突破前期平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任何一个公司的决策 不可能是一个领导人一拍脑袋瓜决定的 他肯定会有人先知道 那么先知道的是庄家呢 还是散户呢 我们可以料想到那肯定是庄家先知道 但是庄家只要先知道 你就会知道庄家的资金量特别大 一旦他进场 他就会有反应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Navidia他的一个情况是从2月8号 庄家开始进场散户 你看啊 基本上没有散户的这个余地了 大多数的庄家疯狂的一个进场 说明什么 他们又比我们站到了我们的前边啊 而我们散户可以什么 看到他行动了 我们开始布局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行动啊 对吧 你看啊 庄家进场突破前期平台 那么也是从这个位置 577 现在的价格是597 说实在 Navidia还没有涨太多呢 他在前边 你看啊 16条线凝结 这一次上涨的时候 是从180涨到了 我们说550 涨了三倍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休息六个月 这时间都休息的太短了 如果我是这个控盘式的 我甚至我有可能 我休息八个月 九个月都有可能 这个股票 所以说从这里 技术图表来看啊 现在正好是一个突破平台的 也正好和之前 Linda老师给大家讲 TSM的时候一样 TSM应该我至少是 如果Linda老师的这个 经常听Linda老师讲课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我讲这个TSM 也是在这天讲的 而且我也是在这天去进场的 当时的话是84块钱 85块钱 我进场是85块钱进场的啊 我第一次讲是在这天 这天给大家突破的时候讲 但是我没来得及买进去 然后我是在这次买进去的 买进去以后呢 我在这一波 我一看短线要下跌 在这里我就把它卖掉了 85买90卖掉 但是这个位置 当时我也跟很多人说过 Linda老师 这是Linda老师 接下来要做长线的一只股票 那么同样 你看到的形态都是芯片股 你看现在的形态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那么从我们84块钱 讲这只股票 包括你看过程当中 红白红也有好几次啊 你看红白红好几次啊 这个股票呢 现在一路飙上来 从80多到现在的话 是140多 对吧 那么NVIDIA现在又搞到什么 搞到我们说这个比特币上 NVIDIA啊 它的现在不光说 这个形态的一个情况 它关键又有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这个挖矿机啊 在下周应该是就在下周啊 英伟达即将推出 新一代的一个显卡 叫RTX3060 那么它是以目前币圈的一个疯狂程度来看 新产品的市场供需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会受到一个 呃 严重的一个干扰 所以它可能会为了 保护忠实的用户用户 它采取了很多措施啊 这个呢 大家感兴趣的 你可以私下跟琳达老师在交流 呃 整总总而言之 比特币的一个疯狂 看到啊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连这个整个系统停电停网几个小时啊 交易如果停几个小时 你受得了吗 尤其当股票暴涨的时候 或者你的股票暴跌的时候 你想买买不进去 想卖卖不出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得怎么想 对吧 所以说呢 从不管是曾经的庞氏骗局啊 另类投资啊 再到现在的这个数字黄金 比特币俨然已经变成了比全球市场上的股票 债券贵金属都要吸金的一个投资标的 所以说呢 这个出来以后 今天我们的标题是只给大家讲了这个NVIDIA啊 但是呢 受益的是什么 大家自己要多去这个观看 呃 所以呢 琳达老师最近也一直跟大家说 我正在研究这个比特币 就是最近也是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可能会在元宵的时候呢 给大家开一个专题 专门讲解比特币的 这个呢 也是大家尽情的期待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新加坡股 这个SIA 那么这个呢 SIA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啊 我们是一直比较看好的 所以我一直也在持有 包括呢 在上个年前吧 琳达老师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在围绕着一个话题 叫做电子护照 对吧 我只要你听过的应该都知道啊 我们讲过一个叫电子护照 那么今天呢 这个马国的交通部长 马来西亚公民应该知道啊 我相信在新加坡公民也应该都知道了 马国的交通部长 魏嘉祥的透露 新马两国已经进行接洽商讨 持这个疫苗护照出国免隔离的一个 课题 魏嘉祥同样 他也说持疫苗 疫苗护照出国免隔离的这个课题呢 需要和其他国家的一个协商 其中新加坡交通部长已经与他接洽 探讨此事 所以呢 这个 我们探讨以后 大家就知道啊 以后的话 新马就可以互通了 你就可以坐飞机了 然后呢 也不需要隔离了 我相信对有些老板来讲啊 尤其做需要很多外籍劳工 有很多可能你的工人是马来西亚 住在马来西亚的 可能现在对这些行业也是一大促进 但是直接利好的肯定是SIA 这是无可厚非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今天早晨的一大信息 我相信大家也都去看到了啊 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再去强调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SIA 它现在处于的一个情况 SIA呢 现在它之所以不涨 你看啊 连续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都在这横摆震荡 它的横摆震荡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这里的是一个小的一个基本上 你看十几天都在这根蜡烛的收盘价之上 没有上也没有下 基本上在这横摆震荡 那么为什么没账呢 这么多利好 其实按照我想啊 我觉得SIA早就应该飙了 对吧 从这个疫苗这个护照消息出来之前 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SIA肯定要进场了 但是它一直没账的原因是什么 看到没有 红利软件上能看到啊 还有一些散户死死死死的坚守啊 这个庄家进不来啊 一旦庄家再增加很多的话 再增加一些 也就是这个很多人忍不可忍卖掉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庄家再增多 这个股票标起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这个呢也很有可能形成我们很变相的叫什么呀 那种汉堡 当然我们说汉堡一般回调到二分之一 这个呢是正在收盘价值上 一直不跌破 后边必然会有大洋的 这个呢是当然呢 什么时候有大洋 你还得看红利软件 散户什么时候消失 紫色线什么时候穿进来 这个呢就是SIA 我一直是在持有 包括最近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我买进了AAL 当时呢我买AAL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我是第六感买的啊 我就是完全第六感进入的这个AAL 然后呢昨天晚上会员给我发个信息 老师你的第六感太强了 你又买对了 这个股票呢同样他也是说这个 现在很多的大的企业 现在都在大的机构都在加仓这个AAL 这个呢就是航空公司 他当时当然我当时虽然有第六感 他和SIA是一样的看到没有 就是基本上在这个收盘价之上 我之所以还有机会买这个 我们还得感谢那些WSB的那些赌徒啊 要不叫他们的话 其实在这里这个股票也就该标起来了 所以因为这些WSB的赌徒 就炒游戏一战那些 所以呢他在这里横摆震荡了几天 在这个蜡烛之上 所以给了我机会进场 这个呢你看啊 他和SIA是不是很像 对吧 现在我们预料到了 你说SIA就不是SIA啊 我们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护照 已经这个通行了 那你说别的国家呢 谁不知道这是好的呀 有利于经济呀 就像刚才我说的 马国的公民一旦可以过来 尤其那些需要马来西亚那些这个工人的 我知道咱我自己的会员就有很多啊 他的工人都住在马来西亚 现在进不来 所以呢就影响 就是严重的影响 他的一个工程的一个进度 那你现在进来的话 是不是对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啊 所以哪个国家傻呀 对吧 有这个机会了 肯定都要去这个互通 而且昨天晚上我遇到一个 在酒店打工的一个 就是中国福建过来的吧 重庆过来的 他就跟我说 他问我 我从来不认识他啊 他就问我 他说你打疫苗了吗 我说我没有呢 我说你打了吗 他说我打了 我说你们怎么能打 他说我们酒店有名额的 他就打了 他说打了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不光国家之间考虑经济 很多民众也都在想着呀 你得 人得需要社交吧 没有你必须有些要回家的 他得需要这个什么吧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肯定是现在的一大利好 所以大家自己去把握啊 说到这里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刚才课前有人问我的A50 A50呢 上周的时候 琳达老师给大家讲过 这只股票我以前亏过一次钱 是在去年2020年 当时因为所有的手套股暴涨 跟疫苗只要medical的都涨 我就去买进去了 结果亏了跑出来 因为当时没看红利软件 当时红利软件全都是散户 想要靠这个消息面进去 没有赚到 今年呢 我是没有看基本面 我只看到红利软件 在这天散户消失 庄家进场 包括黑马出事 我买进以后呢 它是一路飙涨啊 今天又涨了八分钱 现在都一毛零九了 对吧 而且呢 我们说行情如果不太强的时候 你可以多看一下 按照volume排序去看一下 你看现在排序第一的是Ocean Nas 第二的话就是Thomas Medical 第三个是九天 这是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啊 我说的排名前三是说的成交量啊 我没有说它的涨跌幅 包括呢 如果你按这个 这个涨跌幅 这个涨跌的变量 你去看的话 涨的最多的 我们经常看的就是这个花疤 Linda老师当时给大家讲 是在九块三毛五讲的 当天我的标题 我就是说Linda老师送你一只股息的股票 拿股息的股票 当时九块三到现在已经十二块一毛五了 从我讲完这个股票 它就没有真正的跌过 也就这天还这里回调了一段时间 基本上一路在标仗 在黄色线上 今天的话又是一个大仗 那我们就持有呗 只要在黄色线上 我们就一路持有 为什么持有 下面你能看到啊 庄家都在持有啊 你看现在庄家都在七十八仙 八十八仙之上呢 对吧 这是很漂亮的啊 走势看起来 所以呢 我们如果持有 我们就一路持有就好了 好吧 正好12点五十啊 今天的时间控制很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进入到整股的一个环节 我看啊 第一个整股的是 嗯 老师有个写 老师你为何不推荐中国股票呢 来我们看一下啊 CATB 有CATB这个股票吗 CBTA吧 CATB啊 这个公司Lina还老师还没做过啊 我做的是CBAT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电池的 CATB来我们看看 四块钱买进 那你在什么时候买的呀 你确定是CATB是吧 CATB四块钱买进 你说你这是买的个啥呀 我得甜甜闹 你看啊 你这是白色线向下 对吧 首先这个股票还有这么多散户呢 前面又有一个大的什么呀 缺口啊 你要说你跟Linda老师一样 买的CBTA也就算了 对吧 那CBTA毕竟是我们最近 它也是在启动 那么这个股票 如果你是CATB的话 首先这一个大的缺口没过 第二黑马 这个还没有黑马出事 还是下降趋势 第三你看散户太多了 可能你就是这一天冲高的时候 有可能买进的 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你在冲高的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还是散户太多 然后下一个是 叫小米 01810 小米呢 今天盘中的时候 有一阵的一个下跌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虽然我很少这个讲港股 但是小米是我情有独钟的 一只股票 小米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 它出现了说要造车 所以很多人可能疯狂进去 然后呢 周六的时候 周天吧 出了一个消息说 小米造车是假的 是吧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造车 他们的官方平台已经公布了 所以我其实我就在想着 可能这个股票今天要下跌 那么早晨开盘是31块钱 然后盘中暴跌一下 后来我那个盘中又涨上去 现在这是又掉下来了啊 不过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啊 呃 在现在的话 它还是在彩虹线黄色线上方 如果能够站稳的话 因为小米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股票 像这种股票 不要太过于受这些基本基本面的 或者消息的一个影响 因为像这种好的这种公司啊 最主要你要回归股票本身的一个价值 你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了 不要说什么股票太贵 也不要说什么股票太便宜 最主要你对这个股票有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你就不要做长线 对吧 也不要嘴上每天去说 就像你自己这个是信基督啊 还是信佛教啊 还是信伊斯兰教都是一样的 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对吧 你如果说你有信仰对他 那你就坚决持有回归本身的一个价值 如果你的信仰信仰不够怎么办 就是刚才琳达老师给大家看这个图 你不要跟我说太贵 信仰不足 请自行充值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说你做小米这个股票 你觉得没有信仰 你就别做 对吧 因为他的话 这两天确实这个消息 一会儿造车 一会儿不造车 就像前一段时间 其他的公司也是啊 就是公布了这个什么以后 然后再不公布 但是我想啊 既然他能出来那个消息 那个出来 就像当时是什么 NIO好像说要用比特币交易 那个车对吧 交易 然后呢 后来比那个NIO后来又出来澄清了 所以说呢 后来也是股票 到现在一直在回调震荡 然后呢 紧接着每两天 特斯拉就出来了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小米也是啊 就是刚刚说造车又不造了 确实这个是对小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呢 对小米的粉来说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打击 反倒是一个好的机会 就像刚才琳达老师买AL一样 这是胭脂飞幅啊 要不叫他们闹 我怎么买得进去呢 然后下一个是BNGO BNGO这只股票呢 在前一轮确实涨得太标的太快了啊 从七毛钱一下就标到了15块钱 你可知道七毛钱的时候是12月23号 那我们到现在也就满打满算 还不到两个月呢 今天是2月22号对吧 那么他到2月16号的时候 已经到15块7 从七毛到15块7 20倍两个月 这就是啊 美股市场 他可是造就神话的一个地方 你不要说你不赚钱 只要 其实有的时候啊 不是就怕你 不是你做不到 就怕你想不到 你会发现啊 只要你真的会选股 你能够抓到他 真的机会遍地都是的 这个的话现在我们看它是什么呀 短期来说是白圈 但是你要是说从长期来看 现在还是有资金的 但是可能涨20倍 总会有人有什么呀 你会有心理上 你会觉得他太贵了 所以你有可能会什么呀 有可能短期的话 可能会存在什么风险 但是我觉得这个股票 大家看啊 如果我现在按照白圈 如果你做波段 你可以去做一下 但是如果你看蜡烛形态 这个大蜡烛以后一个跳空 然后呢 这个蜡烛正好在二分之一 现在也是在这里横摆震荡 而且现在也有庄家 就看你做长线做短线了 如果做长线 我觉得现在还可以持有 如果是做短线的话 那你可以 或者你做波段 我都已经赚20倍了 我先把它卖掉 可不可以啊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有什么股票 你一下就能赚20倍呢 对吧 那你这20倍赚完了 我把这个资金 我再去买另外一个20倍的股票 不可以吗 它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看你做长线还是短线啊 然后下一个是一 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票呢 最近的话 它为什么一路下跌啊 因为中国五大机构联合抵制特斯拉 其实我觉得中国也该抵制它了 因为中国要干嘛呀 该发展本土经济了 之前引进特斯拉呢 是为了什么呀 也是为了拉动本土啊 要它的技术 但是你说啊 整体它刚建完充电桩的一个大的工厂 长期会有问题吗 而且现在它毕竟是新能源之王 我觉得这个炒作呢 有的时候也叫欲扬先逸 可能是故意搞一点利好的 这个利空的消息 因为当利空出进以后就是利好吗 这是从基本面上去说啊 那么从技术面上去说 现在的话 还没有跌破彩虹线黄色线 我倒觉得这一轮下跌 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特斯拉1000我觉得挡不住 2000我觉得也挡不住 之前呢 Linda老师也给大家讲过啊 尤其在这个380390 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很多人对这个特斯拉都没有信心 或者说持有特斯拉的都开始心里 开始心惊胆战的时候 Linda老师给大家发表了一论宏观大论 我觉得特斯拉能到5000 所以说呢 我等着把这个特斯拉当做养老 正因为Linda老师这个信心 对这个马斯克的信仰 对这个特斯拉的信仰 然后呢 我也知道咱们很多会员在400块钱 380390买进了特斯拉 那么也就赶上了这一轮疯狂的一个上涨 那么现在呢下跌他都已经仗得这么疯狂了 休息一段时间不可以吗 再说我知道有很多会员可能拿了500张600张特斯拉 身家都在特斯拉的 你说人家都没叫呢 咱们就拿了一张两张的或者十张八张的 你就安心的拿着就OK了 除非你真的做短线 你真的做短线的白圈早就应该卖了呀 对吧 850就应该卖掉了 如果是做长线就是黄色不跌破就拿着 如果你做短线早就应该卖掉了 这个呢是特斯拉 然后我看下边还有一个是什么啊 是EY ELYS ELYS 这个股票呢 大家看啊 它也是一个新股 这个股票新股的话 对了 最近有很多会员在提让我做这个次新股的专题啊 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需要我讲的话 在我的video结束以后 你评论区去评论啊 这些希望Linda老师讲什么的 尽量都评论到这个在评论区 不要又不要通过WhatsApp发这些信息啊 WhatsApp是很多会员可能要整股啊 或者什么的 这些需要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需要Linda老师需要去讲的 你留在评论区 如果真的有足够的人都想去听 那我就会去讲的 这个呢是一个次新股 那么次新股呢 这个看了以后 大家可以知道啊 它也是从低点1块3 涨到了最高价8块 也就是说涨了多少 涨了8倍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种次新股 我们说了次新股的模型是什么 第一看六彩神龙 不要有散户 所以你看啊 它怎么启动的 是不是庄家进场开始拉升的呀 然后现在呢 它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平台 最近短期正好是在什么 正好在这个大蜡烛的二分之一 我看你是买进的六块多钱 对吧 也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六块多钱 现在短期我觉得是可以持有的 但是具体哪天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横摆震荡 那到时候再来一个大蜡烛吗 从技术图表来看 现在还是OK的啊 基本面这个应该是做游戏的 对吧 我看写着game嘛 游戏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 虽然也不算特别新兴了 但是也算一个新兴的 在昨天 琳达老师也是把游戏行业和基因科隆 给你放在一起去给大家讲过的 这个呢 我觉得板块属于热点板块 现在从技术图表看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哎呦 1点02了 到时间了 行吧 其他的我没有回答完的 一会儿的话 如果我有时间 我会给大家用语音去回复一下 不过今天下午可能我会比较忙 嗯 也有可能回复的比较晚啊 好吧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就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我希望很多人都跟琳达老师一样啊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信仰 就像很我特别喜欢昨天有个会员说 老师Mask是你的信仰 但是你是我的信仰 我希望琳达老师可以成为更多人的一个信仰 如果呢 你想要了解红利软件配套 想要免费参加内部课程试听 想要预约线上或线下一对一介绍了解的话 你都可以找琳达老师 那么呃 这个整股热线呢 每个人不能一批发一批过来让我整股啊 因为整一个股一分钟 如果有一千只股票 我就得整一年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的话 我们整股热线 你要真的要整的话 一只股票 或者的话什么呀 你自己分析好了 我只给你回答对或不对 就OK了 那么视频呢 这个内容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的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据此操作盈亏自负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大家呢 也是做好自己的投资 也希望呢 大家在今后的投资当中呢 这个步步高升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叫芝麻开花 结界高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 不是下周 周三中午12点半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